当你想住上海郊区 你好 零头叔特殊本283号为你服务 师傅 我打算在上海郊区买房 你觉得怎么样啊 郊区不要太零啊 我也住郊区的 本地人都住郊区的 是吗 但市区逛街买东西方便一点吧 郊区自己也有商圈的呀 有什么买不到了 那市区小孩上学好一点吧 郊区有学校的呀 你也可以上私立国际啊 那市区公共交通方便一点吧 哎呦 郊区都开车的 路况好马路宽 还要坐什么公交啦 你们上海买车一块牌照就很贵了 我们本地人都是上呼吸不要钱的 去市区嘛坐地铁好嘞 市区堵嘛堵得了要死 停车跪嘛跪得了要死 谁要开车了 有道理呀师傅 那我就冲一个 冲啊 阿咪要冲啊 喂小城啊 那套房子我买了 定金转给你了 师傅 我买好了 哎 装修你有推荐吗 哎你找那个百安区啊 他们的一口价全物诊召方案 全成林真相 没有套路 都写在合同里的 如果超出任何部分 都是百安区来承担 一步到位 而且他们家注重环保 环保不打标 全额退款 权威机构环保检测 找专业的第三方做家全治理 装的省心 住的放心 还有十万家陆住礼包呢 点评论区了解详情 好的好的 我一会儿看看 哎 我还要换工作 新房子到市区上班太远了 你现在住在郊区 还去市区上班干嘛呢 没必要的 我们本地人都不去市区上班的 真的啊师傅 那我再冲一个 冲啊 阿米亚冲啊 哎老板 老子不干了 师傅搞定 那郊区找工作 啊 找什么工作啊 哦 家境对吧啦 随便找个好了呀 不是 那工资 工资无所谓的了 谁靠工资上过了 不是 那房贷 哎呦 不好意思 充火逼了 我们本地人从来没考虑过 这些问题 哎 你你你 你扣死我了 我要投诉你